打造友善人行道来看台中北区进化北路 人行道是被机车还有杂物给塞满走得好艰难 而在市府还有明代争取前瞻计划7200万元 预计有12月底在进化北路从中青路到从德路段 要拓宽人行道3公尺提供民众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人行道上除了随意停放的摩托车 路灭水泥残破不堪 行人走得好艰难 当然是人行道的设计应该是政府有政府的专业 任者的改善我们的老百姓都会感受到 也会看得到 但是这边机车的停放的位置真的也不多 如果说影响到机车停放的话 这边的业户或住户可能会比较不方便 我们人行道很常会有机车梯在上面 然后希望说可以规划一下 不要让机车可能骑在上面 有些人其实不太会去理这些行人这样 这段路是位在台中北区进化北路 被机车杂物塞满的人行道 民众无路可走 在考量行人的安全之下 市府及民带争取前瞻计划分段拓宽改善 预计在12月底进行进化北路中青路到崇德路一带 大约1.1公里预算约7200万元 改善内容包含人行道统一拓宽三公尺 沿线电箱控制箱等设施进行迁移 以及增设友善的坡度 包含渐行路的部分 刚好临近我们渐行国小的学区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之前已经有实施过了 那现在是继续延续 预计要做这一段 从中青到崇德这一段 因为太久没有做 所以有整个人行道可能有被占用情况 或是破损的情形 其实已经严重影响到行人通行的空间 所以市府这几年很关心人本通行这个部分 所以预计在便利7200万 来做这一段的一个整体工程的翻新 除了路面翻新之外 更以人本友善交通作为主轴 同时改善号制共感 以及斑马线退缩等设计 提供更安全的用路环境